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5月27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自由亚洲电台 从华盛顿播报的亚太联播 我是郭亚萨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于世文四次延长审限的理由 竟然是六四没有定论 超过五成台湾人认为台湾应该独立 中国热评聚焦中国新闻管控的长臂 和六四的强声 因召集民众公绩赵紫阳 胡耀邦和六四死难者 遭郑州警方积压的于世文的案件 被郑州市广城区法院 向最高法院四次延长审理期限 最近于世文的妻子陈魏获悉 广城区法院四次向最高法院 提交的延长审限的理由 都是因为目前对六四事件的认识 对胡照的历史评价等敏感问题 没有明确定论 于世文的律师已向最高检察院 投诉最高法院 香港学界今年普遍不参加 支联会的六四烛光集会 除了香港大学分开悼念六四事件外 中文大学等11间大专院校 也将在中大举行联校六四论坛 尽管这些院校的学生会 不认同支联会的悼念方式 但都认为有必要纪念六四事件 请看陈盘的报道 苏人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 廖俊生在电台节目中表示 六四事件对香港上一代的人 影响力很大 举行论坛是想借此反思 对香港人一直来的抗争手法 也存在了非常大的影响 包括我们的广场式集会 我们的游行 还有烛光晚会唱歌 那么久以来的抗争手法 其实很多都是因为 六四八九民运这件事所影响到 我们为什么要继续做这个论坛呢 就是希望我们就沉根索本 看回我们当年的事情 还有我们就在这一件事上面 得到什么啟發 去想回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香港大学学生会 评议会十四委员会处理主席 李德森表示 港大举行的六四当年活动 包括默埃的环节和论坛 我自己觉得 悼念其实除了是 你回忆这件事 或者从中悼念那些死眼者之外 其实都是我们从中 是找到一些新的看法 这个都是一个 可以是悼念的部分 但是究竟大家对于悼念的定义是怎样呢 其实不同是有不同的看法 特业记者陈盘香港报导 内蒙古新安盟 扎赖特企 保利根花苏木木名 因不满干部 在木名不知情下 私自将草场出让给商人 建光伏发电站 于是阻止施工 但遭到殴打和抓捕 一位蒙古族人 27日告诉自由阿州电台 内蒙古新安盟 扎赖特企 保利根苏木政府 未经牧民们同意 就将这个新埃利嘎茶的 集体所有草场 卖给光伏发电站 5月24日 苏木政府以这个开会的理由 把牧民们骗到政府后 出动警察殴打 将十几名牧民抓捕 牧民们没有得到任何统 直到这个发电站 来到当地立电线杆设备 牧民才知道 村民批评当地政府 不顾中央政府对牧民的政策 黑箱作业 撕卖土地 并表示他们不排除近期 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的可能性 四川阿坝州金川县藏人多次呼吁当局停止在阿克里乡圣山开矿 遭遇警察暴力执法 村代表星期二致信中国国家发改委信访办反映情况 请求秉公处理 制止地方政府开采圣山 但国家发改委星期三则回复说 不属于其业务范围 四川阿坝州金川县当局于2013年3月以开矿为目的 修电站为借口 在距离当地阿克里乡圣山四公里处开工修路 遭到当地藏人的抗议和阻止 今年3月28号 施工人员再度进入阿克里乡继续修路施工 引方藏人集体抗议 警民冲突 本月20号 当局又派遣大批警察进驻阿克里乡 威胁藏人不得阻止施工 而且只准村民代表与政府有关官员商谈 不准大规模民众聚集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5月27号 在印度达兰萨拉 由西藏精神领袖达拉拉玛建政 在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大法官面前宣读试词后 正式就职连任 数千名藏人以及印度阿鲁纳切尔邦 政要出席了就职典礼 洛森桑格在演讲中 承诺为不同区域和宗教信仰的所有藏人 实现共同愿望付出努力 并对中国西藏境内外自焚者表达声援和慰问 洛森桑格强调 藏人行政中央将坚定通过中间道路 政策解决西藏问题 推动与中国政府的对话 达赖喇嘛则在致辞中 呼吁藏人在当前严峻时刻下 以整体利益为重重申西藏自由运动的最重要目的 是实现西藏境内大多数藏人的愿望 因此应以非暴力原则作为基础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正受到美国证交会 对其是否有违反美国证券法行为的调查 阿里巴巴称正在配合调查 请看本台记者高山的报道 这次调查是通过证券备案的形式向公众披露 似乎针对的是阿里巴巴如何处理自身拥有的股份 或掌握了一定发言权的一系列公司 阿里巴巴表示 美国证券当局正在调查 他对旗下一些公司的会计方式 以及他对关联交易的处理 美国西中大学经济学教授尹尊森对此表示 尹尊森教授说 在企业运营的透明度上 美中两国的企业有很大差距 纽约时报报道说 此外 美国证券交易会的调查内容 还涉及阿里巴巴对冠军节的数据通报 英国商会首席经济分析师吴克刚指出 阿里巴巴冠军节销售额数据可能有宣传因素 问题的关键是要看 阿里巴巴在每个季度给美国证券会上报的 销售数据是否有水分 现在不太清楚 纽约股市 纽约对阿里巴巴有问题 这是他后面报的数据 还是他前面拿到这宣传 假如是他年终结了账报的数据 那他是有理由图问题 阿里巴巴表示 正在主动配合委员会的调查 调查本身并不表明他有违法行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采访报道 中国大陆今年雾霾肆虐 特别是首都北京 长期笼罩在雾霾之下 今日北京拟立法将霾列为气象灾害 同时授权相关单位可根据气象灾害 采取临时管制措施 评论人士认为这是当局推陷责任 以下是新铃的报道 或通过的北京市气象灾害防治条例 提出多项应对雾霾的措施 包括公安 交通等单位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 调整或暂停大型活动 错峰上下班 关闭公园 停班 停课 限制生产经营单位用水 用气等因应措施 中国官媒引述主管官员指 早前的气象灾害类型中仅有暴雨 暴雪 寒潮等 当时雾霾的问题尚未凸显 但经过研究 当前应当将霾列为气象灾害 对此关注事件的维权人士刘四坊告诉本台 这一消息引发网民纷纷回应 指该条例纵容政府不治理雾霾 以后遇到雾霾天就像遇到狂风暴雨一样 作为环境灾难 发布预警信息就可以了 有网民写道 实在没地方推推给老天爷 人为灾害便自然灾害 人又胜天了 也有网民也遇到向灾区人民表示问候 有网民批评 这个条例又是专家与官员的办公室杰作 北方雾霾的起因既不是没有风 也不是汽车尾气 更不是气象灾害 你可以让汽车停驶 你可以让人们不出门 但是你不可以让空气不流动 更无力做到农村不燃煤 当几百万个农户冒烟的烟囱一起发力时 雾霾必然会形成 雾霾的克星就是不断废除燃煤 同时 北京各种开国际会议的时候 就已经证明了天蓝不蓝跟老百姓关系不大的 关键还是工程 自由亚洲电台 特约记者 新领采访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五表示 中国对七国集团领导人有关南海问题的声明表示强烈不满 那么这次日方主办七国集团峰会 炒作南海问题渲染紧张局势 不利于南海局势的稳定 也不符合G7作为发达国家经济治理平台的身份 中方对于日本和G7的做法表示强烈的不满 七国集团领导人周四一致认为 有必要就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主钱问题 表达明确而强烈的讯息 另外 出席七国集团首脑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星期五抵达日本广岛 成为美国首位访问广岛的再任总统 奥巴马当天在参观了广岛和平纪念馆 并向广岛核爆魏林碑进线花圈后发表演说 呼吁建立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奥巴马没有就美国向广岛和长崎 投放原子弹结束二战而道歉 媒体报道说 日本民众也没有指望奥巴马会道歉 台湾的蔡英文政府上台后 由清律的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的最新民调指出 超过五成一的民众赞成 未来台湾要独立 八成受访人自认为是台湾人 这两项调查的数字都创下最高纪录 我们看看黄春梅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周五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新上任的蔡英文总统声望超过七成 与编码上台的蜜月期民调相当 而绿营执政后赞成台湾独立也首度超过五成 认为两岸同属一中的比例仅仅不到两成 对于蔡英文总统不再谈九二共事 而是依据宪法和两岸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问题 有超过七成的民众表达赞同 长期研究美中台关系的学者黄介正巧妙比喻 蔡英文的旧址演说只做了心脏绕道手术 没有解决DNA问题 现在病人还在恢复室 就看病情会好转还是恶化 不只是认同台独的数字创下新高 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超过八成 远远大于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 曾担任马政府时代两岸政策重要智囊的赵春山教授指出 这数字不令人意外 最担心两岸如果升高到民意冲突 双方都挟民意来制定政策相当危险 丹江大学教授赵春山表示 经过这次520之后 我认为两岸的关系现在已经倒退到 很可能当时别这种时代还要造成情况 我刚才这个 它实际上它并不是要完全要断绝 因为从它的整个利益来讲 我看利益来讲 两岸完全恶化到 我想不符合双方的利益 对于台湾人民只把两岸关系 着重在经济因素忽略地缘关系 世纪大学教授彭华恩提出警告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 彭华恩指出 因为现在地缘政治因素才是重要因素 而且我很担心台湾变成乌克兰 或者是克里米亚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小心 因为我们距离大陆太近 距离美国太远 在民进党上台后 台湾认同民意高涨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银龙也呼吁 两岸政府尤其是中共当局 必须勇于面对冷静处理 不要让两岸关系再次倒退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您登陆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浏览更多的内容 接下来请收看中国热评 我是郭亚萨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在每周同一时间 准时锁定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热评节目 我是主持人景圈 在六四二十七周年到来之际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 中国委员会在本周二 在华盛顿举办有关 中国新闻监控的听证会 来探讨中国政府 对海内外言论自由的持续打压 以及媒体人士日益严重的迫害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 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 共和党众议院兰迪·赫尔特格伦 以及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 出席了听证会 这次听证会的题目是 中国的长臂从天安门到今天中国 全球性压制批评声音 前德国之声记者维权作家苏宇彤 出席了本次听证会 那么今天我们的演播室很高兴 请到了苏宇彤女士 苏宇彤女士你好 你好 自由亚洲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另一位嘉宾是前CNN记者 旅居美国的自由媒体人唐璐女士 唐璐女士你好 你好 好 欢迎两位 好 首先我想请两位来谈一谈 这次听证会的一些情况 想先问一下苏宇彤 那么你参加这次听证会的目的 和你在听证会上所阐述的观点是什么呢 正像这次听证会的题目一样 中国的长臂 那我们探讨的就是 中国政府已经把控制之手 从境内延伸到境外 这样新闻管制之手延伸到境外 会产生很大的危害 我想每一个人都不会否定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总得有人接触来 去年11月份的时候 路透社曾经有一个报道 并且也是以同样的这样的题目 来揭开这个话题 他们提到在美国有一家叫WCRW 这样的一个电台 它背后隐秘的大股东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说的再直接一些 就是中国政府是背后的大股东 而且和中国国际电台 广播电台相关的这样的电台 在全球有33家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也就是说很多中国政府 作为大股东的 他们购买的这样的电台 遍布了全球各地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以前也有很多的孔子学院 在世界各地 可以说是遍地开花 尽管有人提出了批评的声音 可是孔子学院还是依然在各地 在开办着 那加上这样全球性的电台 另外我在这次听证会上 也提出了很多的中共大使馆 驻海外的大使馆 对国外的中文节目 他们也提出了直接的施压 那这样的一个危害性 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我这次把这样的一个议题 带到美国的国会 并且提出了 就是由我这样个体 来直接提出这个问题 当然我的目的是 希望引起民主国家的重视 新闻自由 我想也是一种基本的 我们大家认可的价值 和人权是密切相关的 我不希望看到 这样的价值被破坏 我希望引起民主国家的重视 好 谢谢 唐龙也有去参加这次听证会 我当他的翻译 能不能说一下 你在整个会议当中的一些感受呢 我当时感受就是 他们这个中国委员会 他们还是非常重视这个话题的 也很认真 我是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听证会 有更多的媒体报道 感谢你们来报道这个听证会 现在这个就像苏宇彤 刚才讲的 这个是个全球性的一个问题 是一个潜在的大灾难 中国是在污染全世界 不光是那些污染源了 就是水和空气 这些污染源 有害食品 是做事的方式 好 接下来我想再问一下 宇彤 你觉得面对中国政府 对海外言论自由打压 和渗透的这么一种形式 那么美国举行这样一个听证会 对中国政府的这种行为 会起到一种遏制的帮助吗 我想一开始不可能立竿见影 马上就会止住他们的新闻控制之手 我想这只手还可能会继续的延伸 但是有一点好处是 比如说史密斯议员也承诺 国会将会对这样一个中共的 在海外媒体的渗透以及控制的情况 做相关的调查 那我想问题提出来了 这是解决的第一步 我希望看到民主国家在这个问题上 启动一个全球性的调查 并且有针对性的 对宣传独裁价值观这样的媒体 有一定的惩罚措施 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但是目前我不是不认为 他们会立竿见影的 中共会缩回他们的长手 那你觉得中国政府 在不断地收购海外媒体 甚至是对新闻自由的干涉 那么如果继续任由发展下去 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对 刚才唐璐也有说过 这是一种污浊的价值观 习近平曾经说过 我们不输出革命 不输出价值 不输出贫穷 但实际上输出价值 输出独裁国家的价值 这其实是最可怕的一个事情 民主世界的这个价值 其实已经在受到侵袭 比如说现在很多国家 为了订单 为了经济利益 就放弃了对中国人权的 这样的一种表达 很多国家的首脑 尤其是一些退休的政客 在退休以后 他们就到中国做了政治前客 那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负面的 一些警示 一些案例 那我们就觉得 中国这样的 中国独裁政府这样的价值 比如说它打压维权人士 它破坏宗教自由 这样的东西 怎么可以任由它在世界横行 那说到这个民主的问题 我知道你是这个 六四事件的亲历者 那么现在这个事件 27周年了 我听说在当天 6月4号早上 你还是最后一批 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 很想问问您 简单跟我们说一说 到底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要屠杀是六三就开始的 六三的时候 我们在学校北京二外 那个门口就很多军车 那个经过 我们就开始就拦军车了 有一些也砸了军车 但是没有伤及士兵 就劝说士兵不要去广场 而且当时我们有预感 知道要发生大事 所以我当时就揣了一把匕首 换了一身黑 捆了一个那个红布袋 就是当时我们学生都要捆 那条红袋子 然后我就骑车 骑了25公里 一直到广场就准备 就决死一战吧 就准备死在那的 我也不是唯一这样的学生 其实我也不是赶死队 一路上那个就有很多 那个公共汽车 那些就横着摆着 有些军车也就是被砸的 就在那个建国门外 一路上我就觉得 进了个战场了 但到了那个天安门广场的时候 是一片平静 有很多老人小孩 全家人带着那个菩萨 就出来散步成粮 你知道吗 所以最后死了很多 也就是这些人 当时那个军队就是六四晚上 六三晚上开进来 我们已经被严严的包围在里面的 屠杀我们是听到枪声的 我们只能坐下来 那个子弹就在脑袋上飞 我们当时非常天真说哎呀 想被子弹 人民子弟们不会杀我们的 结果我们是看到那个火花 那个子弹打到那个纪念碑上面 建火花 我们才知道真子弹了 然后受伤的同学就抬进来了 血液也拿进来了 然后我们也看到火光嘛 火光天安门 城楼那边 南池子那边 那个就起火了 起火了 枪声不断了 实际上死的很多人 也就是南池子那一带嘛 打我们的时候是往头上打的 很多那个同学 那个满头是血嘛 士兵就拿着大木棒 大铁棍 就去了 出来驱赶我们 就把我们就打了很多 我是踩着几个人的身体过去 踩的时候 那人身体是没有动的 所以说当时是地上 已经躺了很多死伤者 那坦克有开进来吗 开进来是包围着 就是包围着包围着一个圈 东南角就剩了一个小口 就让我 所以就很多挤压 我是差针 是差点被挤死的 我没法呼吸 眼镜就挤碎了 袜子 鞋全挤没了 所以我才去 我是爬着坦克 因为我挤着就没有办法走了 我只好就爬着坦克 这么逃生的 那么六四发生至今 那么到六月份 已经是27周年的纪念日了 那么在这期间 对于平反六四的说法 一直没有间断过 你觉得中国政府 会迫于压力 或者是说其他原因 对六四最终会有一个交代吗 平反这个词 可能是共产党发明的 文革以后 平反这个词 本来就不应该存在 因为它表明了 就是好像是皇上赐给你一个 或者皇上做错了事了 你跪着他 扣勤 平反 我觉得应该是严惩 严惩凶手 帮凶 包括政府的官员 包括就是下开枪命令的 政府官员 包括军队的军官 包括一直到下面的士兵 全部都得上法庭 就像二战以后 所有的纳粹都得上法庭 该死刑的 该判母心的 该判多少年的 都要严惩 而且一定要证实这个 最大的 世界上最大的谎言 这个不是六四事件 这是一个大屠杀 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一个大屠杀 宇童怎么看 是 我想我也不赞同平反的说法 一定是严惩凶手 追责 就像刚才唐露说过 对纳粹的战犯 是有一个非常完备的档案的 几年前 德国还把一个90多岁的 一个纳粹战犯 老战犯 送上了法庭 并且判了刑 我想这是一种基本的态度 这是维护我们人类价值的 一种基本态度 那就是对罪行一定要追责 我和天安元母亲的很多成员 都有过沟通 他们提出了很多诉求 包括赔偿 包括问责 到迄今为止都没有实现 没有音讯 对 没有音讯 我对习近平也不抱有任何的幻想 但是我依然想对中共说 在这个事件上 你们绕不过去 这是一道历史无法绕过的坎 如果说你们还愿意证实 这是你们也是人类的一部分 你们就应该去把这个犯罪事件去追责 去严惩 好 唐勒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作为六四事件的亲历者 那么27年过去了 我们回过头来再去看六四事件 你觉得我们应该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去证实它 如果当时学生或者政府 换一种沟通方式 就像你说的这种大屠杀的局面 会不会就是说不会发生呢 是肯定要发生的 这个跟共产党的本质有关系 我一直说的六四 实际上天安门大屠杀 在89年六四以前就一直不断 共产党成立以后就不断 它党内就有屠杀 六四以后也不断 现在几乎天天都在发生 而且不光是在中国 在图伯特 东土耳其斯坦 南蒙古都在发生 只不过我们没有全部知道 这个也不能怪学生当时的沟通方式 就像就比如说 我想杀这个人了 他说话说的不对 其实本来就要杀的 杀我们的 早就在准备要开枪的 所以责怪他把这个焦点的 这个争论的话题和焦点转移了 来为全世界人民洗脑 这个是很可怕的 居然也有那么的十几亿中国人 中共国人要相信这些 这个是非常荒唐荒谬的逻辑 你杀人犯怎么能来说被害者 对他的那个交流方式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宇童怎么看着 对 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包括在李鹏日记2010年公开 他们有一个决策的过程 开一枪可以换几十年的和平 可见他们把这个和平贬低到什么地步 他们把生命的价值看得那么低 他们竟然认为屠杀就可以带来和平 所以说我认为无论学生 其实当时学生是非常和平理性的方式 是中共在用暴力的方式 压制了和平理性的声音 所以我认为无关学生当时用什么样的方式 不管他是上街或者是 我认为他们已经是和平情愿 和平理性的追求民主的一个运动 是中共对应这样的和平理性方式 理性诉求用了屠杀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精彩的论点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中国热评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